我們是空服員職業工會 我們是一群空服員 那為什麼今天要站在這裡呢 今天這三位 其實都是才剛從 比較遠的航班飛回來 休息不久就快來這邊要苦站12小時 為什麼今天我們在這邊苦站12小時 是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空服員受僱於樓上這間 中華航空公司 華航 華航公司在今年的時候 強逼我們空服員一定要簽巴士之一 我也跟各位媒體朋友介紹一下什麼是巴士之一 巴士之一就是透過勞職雙方的約定 排除所有延長公使所有加班費的使用 也就是說你簽的巴士之一 勞基法保障你所有的公使那些都不再收告保護 你永遠不再收到其他 延長公使 加班費那些保護都不再計算 這個議題巴士之一其實空服員跟華航公司已經炒過很久 然後已經在談判桌上談了很久 去年的時候工會也提出自己的版本 因為我們希望說我們不是不簽巴士之一 而是說巴士之一是一個會傷害空服員的身體 會讓空服員過勞的制度 我們希望華航能夠有一個完善的配套措施 不僅是保護我們空服員的身體的安全 也是要保障所有城坑的安全 我相信台灣的社會大眾都不希望說自己搭飛機的時候 在服務你的是一個過勞的空服員 我們不希望出現這個局面 因此我們一直在跟華航公司協商 也我們提出自己的版本 但是華航公司在今年的時候 用很粗暴的手法 強逼空服員一定要簽巴士之一 這引起空服員很大很大的反彈 所以今天下午2點的時候 會有一千個空服員在交通部集合 然後從交通部出發跟我們來這邊會合 我們今天三位代表 只要先苦戰12小時 下班之後幾乎沒有休息 直接來這邊苦戰12小時 來表達我們最沉重抗爭的決心 今天是在交通部下午2點的時候 會有一個華航集團 華航空服、華航機務、華航機師 還有其他主公司聯合的一個大遊行 那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交通部 仁愛路的交通部 然後到我們這個南京東路華航空公司裡面 那到這邊來 那我們另外這邊呢 同時我們在華航這邊 分公司這邊呢 我們有進行了另外一個 同時間的線上轉播的一個直播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空服員苦戰12小時 因為我們的公司 各位可以看到 這三個航班 不管是長春、金邊還有曼谷 打來回的意思就是 當日一日之內 我們去跟回 這個部分呢 是逼近或者甚至於是超過12小時 上面所顯示的時間 都是表定的時間 那一旦遇到比如說delay 或者是有異常狀況的時候 空服員的公司 絕對是超過12小時 那再根據我們的內規上面來說 因為我們的不到12小時的部分 我們是休息12小時 超過12小時的部分 我們是休息24 今天華航在5月5號半夜12點半 發了一通簡訊 告訴所有的空服員 我們要來先巴士之一 同時6月1號 強制實施桃園報道 桃園報道 目的就是在為了縮減工時 桃園報道在前面縮減50分鐘 後面縮減30分鐘 前面縮減50分鐘 意思是從報道開始 原本我們在5月份的時候 就是6月1號以前 我們的公司 就是從報道開始 報道從刷卡開始 好 刷卡開始 然後呢 我們必須要做你的證照查驗 點名集合 甚至於你服裝也有檢查 甚至還有做法檔會檢查 組員的零錢包 你帶了零錢夠不夠 送賣免稅品 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有在執行任務 中間的車程 不管怎麼樣 今天我們刷卡報道 一旦刷卡報道 一旦上班 假設我今天遲到5分鐘 公司 公司會要利用這個遲到的部分 來做承除 甚至於扣心 所以這50分鐘 我認為本來就不應該減 落地之後的30分鐘 原本我們6月1號以前 落地30分鐘 落地是計算一個小時 但是他把它縮減到 飛機停妥以後 再加30分鐘 我們落地以後 我們必須要協助里克下飛機 我們需要做安全檢查 我們需要做飛機之後的整備 整理 做交接 甚至於客人的東西不見了 護照不見了 眼鏡掉了 衣服掉了 帽子掉了 我們都必須要幫他去找 這些都是時間 還包含通關 要求我們排隊 要求我們穿服裝儀 要求整齊 通關 然後在機場行走的時候 不可以零零閃閃 最後我們回到總部的時候 還要再進行免稅品天酒的絞帳 甚至於我們要去領我們的作業手冊 我們的一些所有的後面的工作 全部都要做 但是他卻把這30分鐘扣掉了 如果我們從飛機停妥之後 我們再來看 實際上根本不可能30分鐘完成 所以華航他直接在把這個50分鐘 跟30分鐘扣除之後 他就是直接的去壓縮這個公式 讓這個公式絕對不會超過12小時 不管你是delay 不管你是飛機晚到 或者是不管你是有機械故障 他對於這個80分鐘的部分 他都可以由刃由刃去操作 變相壓縮公式 把本來原來組員應該可以修到24小時的 縮減到只有修12小時 達到 以達到人力還有產能的最大值